1月12号台北101的千万钻石遭到抢劫的案件 现在最新的发展追踪之下 这个下手的男子竟然已经持着一本 这个韩国的护照让他挑楼出境了 台北101的钻石大盗溜了 而且还是偷了别人的护照从国门出境 这起101钻石窃盗案是发生在这个月12号 价值千万的珠宝被这名钻石大盗给卷走 事隔两天一名韩籍的金星男子向警方报案 指称他的护照不见了 而警方调查发现早在两个小时前 也就是晚上六点就有人拿着这本护照出境到韩国首尔 这名金星男子向警方公称 自己是在西门町被人搭讪 对方约他去泡温泉 并说那里出入人事复杂要帮他保管包包 没想到护照就落入他的手中 理由实在太离奇 让警方也不排除该名报案的金星男子涉案 只是这张脸移民署竟没有牢牢记住 更夸张的是男子根本不是护照持有人 还是照样躲过海关盘查 顺利出境 专顺台北综合报道